识别羊挺厉害 那你为什么对女人来回躲 因为女嘉宾就是那个 女孩就是 台前就是化妆的时候 有的化得特别浓 特别艳就分不清了 每个女孩都爱买 我也支持你买 买衣服的化妆都很正常 但是你说 一共就那么大的一张脸 然后你化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其实我有点接受不了这个 有段时间都出门逛街 都买完东西了 你这还在那化妆呢 你能识别羊 但识别不了女人 化妆前和化妆后 是吗 要是特别多的话 我感觉就是 有可能弄混 男人的心色就那么点 你都把这小心色 放在羊前上了 你自然识别不了女人了 三号了 胖 看短片说 小伙儿非常喜欢羊 说羊是他家的圣物 我想知道怎么回事 就以前小时候没有钱吗 我后期买盒糖 就是一会儿还是我们两个人吃 然后后来就是我们亲切给我家这只羊 然后就一点一点的发展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就这些年就到现在 就感觉过得现在过得挺好的 就是和羊有关系 而卖羊的话 每只羊现在大概就是也不一定 就是好一点的三千五三千多块钱 一般的一千多块钱 就是因为这个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所以说羊就是我们家的生物 你家是从一只羊开始的 对 哎呦 这